猎鹰那些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知识一 在漫威电影《宇宙》中 猎鹰山姆·维尔逊是一名退役的空军特战队员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超能力 主要是靠着他的仿生飞行翼进行战斗 但其实在漫画里猎鹰原先是一名罪犯 后来受到宇宙魔方的影响获得了能够与鸟类沟通的能力 并且在黑豹的直直下配置了一套高科技飞行仿生翼 而在电影中他的小型无人机鸿翼 在原著漫画中其实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猎损 知识二 在漫威剧集《东兵与猎鹰》里 猎鹰的最新战役颜色改成了经典的白蓝配色 这个配色是在漫画主宇宙故事中的经典配色 而在之前的电影中出现的战役颜色 是在漫画里终极宇宙的战役配色 知识三 在漫威电影《宇宙》和剧集《猎鹰》与东兵中 几乎没有展示过猎鹰的感情戏份 他只是一直在跟随着美队四处战斗 但是其实在漫画里猎鹰成为二代美队之后 就和成为女雷神的简福斯特有过一段感情故事 知识四 鹰眼在复联中战斗技巧方面虽然不比东兵跟美队 战役的高科技方面也不如钢铁侠和蚁人 身体素质方面更是不如蜘蛛侠跟雷神 但是他的空战技巧都要高于漫威的任何一个英雄 因为他曾在空军部队里受过专业的训练 并且得益于他那方生意的辅助 在空战时他能在枪林弹雨中来去自如 美队三里他就又灵活地躲过了幻世的激光射线 知识五 其实在漫画中猎鹰除了能跟鸟类沟通之外 他还可以跟鸟类建立精神上的连接 与鸟类联系起来之后 他能够和所有的鸟类共享视野 还能访问鸟类的记忆 在战斗中受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召唤鸟类进行战斗 受到重伤是能够让鸟类辅助他撤退 知识六 复仇者联盟4的编剧曾坦言 曾考虑过让东宾单任二代美队 但是考虑到东宾在过去冬日战事时期 所做的一切与美队的理想主义产生了冲突 所以才决定让猎鹰单任二代美队 而电影《美国队长4》将会讲述 猎鹰正式成为二代美队之后的故事 该电影将于2024年上映